Hello 大家好 賽事來到今個星期三晚10月7日 谷草夜買的賽事 今集的真飛買定離手二重彩攻略 就選到第二場 四班1650米和大家買真飛 分析一下 首先選A膽方面 要到4號的日日靚 這一匹馬暫時來講在香港 在上季尾的時候就贏過一場 同樣都是同程賽事 我們就重溫一下 看看日日靚當時是怎樣贏的 八檔起步日日靚 好 出閘 正常出閘 看看當時的安上人就是莫女拉 走位方面已經是在早段出閘順利之後 立刻抽進去 讓他走回二碟位置找回遮擋 沿途當然不會跟得太後 跟在第七、第六位等 走著這個二碟山位的位置 進第一個彎的時候 日日靚已經是拍到一個不錯 有遮擋的位置 前面放頭的馬 就有保羅成全 開心歡呼那些 日日靚 其實看片這次 第一次跑谷草一里 過往他在上季季初的時候 曾經跑過泥地的1650 不過血統方面證明不算太多 所以表現都是一般般的 季尾的時候 這場賽事其實就是6月24日的時候跑的 一直都跟在中間 跟得很順利 段出正正上上 頭段27秒68 第二段24秒04 保羅成全自己一隻在前面放 然後現在去到對面直路尾的時候 日日靚都沒有特別去走上去 正常都是跟著馬跑 去到真正準備入彎的時候 這裏莫雷拉就開始發力 那個的發力點那方面 都掌握得非常之好 然後現在進正直路 隻馬當然已經是望空 打下去衝上來 當時是輕磅的 116磅 結果末斷的時候 當然追勢方面 追得很好 最後 成功贏到馬 贏馬距離一個馬臂 不過還是贏得輕鬆 看到隻馬 真是叫做最適合的屠城方面 都是谷草一里的了 來到今季的時候 匹馬大了一歲 再更進一步 成熟了進步了 今季也是跑過一次的 講到上一場的賽事 9月16日的時候 他就去跑場嚴短的路程 谷草千二 結果呢 最後其實也展現了一個不錯的追勢 掌握得上來追到上來的 最後就只是跑過第四名 輸了兩個多馬位 都很明顯 這一匹馬 不論看他的血統也好 都可以和大家看看 他那個Dog Stage Profile那方面 都是叫做第三格的數值是最大的 所以推斷他 亦都是說 加上賽職顯示 加上馬上一場的跑法 都確定跑一里會更加適合 所以今季 日日靚 經過一場熱身之後 今次 季內第二次出賽 就增情上去跑他自己的贏馬路程 相信在這一組的對手 不算實力太強之下 他要再贏馬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A膽方面 就要到4號的日日靚 然後就減B膽給大家 11號的燈膽精英 這隻其實就沒有片看了 不用看片了 因為暫時來說 他本身來香港的時候 幾季之前 當時仍然還在蘇布羅馬房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匹82分的PP 叫做有上級數 所以就在上季 轉了倉給葉楚行之後 其實都可以看回 評分方面 落到一個新低 當時了 43分 在四班尾 跑今場同程的賽事 都是谷彩1650 就可以擺前走之下 可以頂到尾 讓他贏到馬 都看得出這隻馬 其實實力方面 剛才也說到 有上級數 其實真的未必要落到五班 所以在上季的時候 當他的評分來到一個新低 43分 當時巴道拆騎 背近116磅的時候 就可以在同程賽事裡 反彈贏到馬 看來這匹馬 都需要兩個回合而生 今季都跑過兩次 希望他就會 狀態方面 越跑越好 還有看到他跑過兩次 今季 都是 那個輸馬距離比較遠一點 季內初出 9月9日那次 都是跑1650 不過那個十檔難跑 所以最後他就輸得比較遠一點 可以原諒 然後熱過一場新 減夠分 上一場 轉去沙田1400 抽回個好檔給他 跟回中間的位置 立即輸馬距離 也是近很多 再來到今場賽事 其實他有個評分 也已經去到一個新低 41分 絕對有權可以反彈 還有最重要 就是他那個檔 今場抽回好一點 抽到五檔起步 預計如果他在早段的時候 出閘順利的話 要放在前面走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隻馬都尚算是均速 跟得越前就越好 所以這個時候 41分 都真的不需要下五班 在四班背著輕榜 都會很好跑 所以B膽 要到11號登膽精英 選到的配角方面 首先 要回到3號的雀橋飛道 叫做今季 跑過兩場 都有一win 一個第二的成績 而且同樣都是在菊草一里 在那裡取得的 季內初出贏某場 當然是非常輕鬆 因為分數又到新低 然後贏完一場 上一次再出 都可以和大家看一看片段 9月23號 同樣都是跑菊草一里的賽事 雀橋飛道這一次 看片這次 就由七檔起步 都可以看看 好 出閘 戴著這個紫色頭罩 就是雀橋飛道 早段的時候 他也是夠快的 在進入第一個彎之前 都已經被他埋到一條欄 很快的 前速 不過這一次 就沒有那麼順利 讓他自己一隻 沿途單騎領方 再前一次 他季內初出贏馬的時候 自己一隻單騎領方 這裡已經開始 又馬走到上來 異蝶拍攪他 那隻好運多寶 另外陽明高高又走上去 所以就扯到步速偏快了 特別是說到第二段的時候 頭段28秒6 剛才只有雀橋飛道一隻 正常 然後第二段開始 快了 可以看一看 因為好運多寶 走了上去 不過波鍵市這場 醒目 一直都頂著條欄 不讓人埋 起碼他也佔回優勢 先了 24秒29 然後很多馬都走上去 有雷工作 紫色眼罩那隻 三碟也上去 這次 Jacky飛道沒有那麼輕鬆 給他自己單騎領方 但結果 比馬搞的情況下 他也跑得好 這次真的要讚一下波鍵市的發揮 早前我拍回帶康馬都已經是讚過了 入直路之後 第三段 23秒5-6 入直路 還是Jacky飛道有點頑皮 在玩舌頭 都看到他伸了舌頭 最後他其實只是被一隻馬過了 就是 是一隻 竹金王 竹金王這裏過了 雀橋飛道 但他也可以力頂著亞軍回來 看看上一場的賽果 你見到 頭五名的馬方面 有四隻都是後上的 零零射射射唯獨 雀橋飛道 他自己一隻 放在前面走 最後也頂到回來 這個絕對是一個anti-trend的一個表現 所以這次再出 他也是跑回他最擅長的谷草一里 繼續找回波鍵市去拆棋 都令我放心 不過這次就不選他做膽了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十檔 這場賽事出十一隻馬 他的十檔 組段其實雖然他夠快 但始終都比以往那兩次 風險方面比較大些 唯獨就希望今場這隻波鍵市 熟悉這隻馬 可以在走位方面醒目一點點 就配腳位置才遇到三號雀橋飛道 另外最後一選 也包括一隻 9號的露露富貴 轉了倉比苗禮就行了 今季開始 也有些少明顯的進步 這些愛爾蘭馬 也可能比較慢一點點 還有那個評分 也需要回落一點點 才能有進步的表現 今季跑過一次 就是9月9號的時候 同樣也是跑谷草一里 先看這隻馬的血統方面 都是一里馬 看見了 第三格的數值 Dotsage Profile方面 第三格的數值是最大的 所以其實他由上季尾開始 都已經是增情上來跑一里 但當時還沒得 今年有點好轉 9月9號跑過一次 那次其實都是入席路的時候 早了法力 令到他末端的時候 不算是太強的一個追勢 今次希望梁家進 有過上次的經驗之後 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發揮 9月9號跑完之後 其實埋門操練也是積極的 講到9月25號 試了貨泥地的千二米閘 我們都可以看一看 老老富貴 這一貨閘是怎樣跑的 看著這裏 一檔起步就是老老富貴 同樣繼續由梁家進刷劇 可以看看這一貨閘跑成怎樣 一檔起步 好 出閘 他是慢一慢的 這裏就希望是一些偶爾的事件 因為一向隻馬來講 都比較少 可能說慢閘的情況 慢一慢閘之後 其實都給他兩步 讓他盡量隻馬可以跟回馬裙 結果都很快讓他跟得上 主要是他出閘那一下 並非說太過順利 然後這裏也跟回前 一直都貼緊條欄 跟得不錯 這隻馬都需要找一下遮擋 如果有cover的話 他也會跑得好 所以一直都是貼緊條欄 讓他入彎 然後梁家進這一貨閘 都可能有試過隻馬 看看他會不會追 這裏來入正直路的時候 移出去的 希望讓隻馬看空 即是回合起他的狀態 打起他 結果現在入到直路之後 老老富貴已經看空 一直騎兩步 因為都要比 這些中距離馬試這貨短途閘 要比當然是十分正常 比下去的時候 其實這隻馬當然是交到一個不錯的追勢 過終點 第三名過終點的老老富貴 然後再看兩步 魚勢保持得很好 這個彎的時候都比較虧 但是這隻馬當然可以走上去 因為始終我都說到 他是有這麼常的氣量 好了 看到這裏也OK了 魚勢方面不錯 所以這次其實他再度 即是角逐回 都是1650米的賽事 他排的內蕩二蕩起步 預期就會很像這一貨集的走勢 全程被他貼實條欄 至於梁家俊也是試過 入彎的時候 即是被隻馬移出去望空 隻馬是打下去 是交到追勢上來的 看重方面 見到隻馬 978磅 對比上次出賽的時候 跌了27磅 可能就是因為 最近方面 功夫 那些粗練 都是挺辣的 但看來隻馬 馬身方面 都是比較線條型的肌肉 即是沒有特別太過療瘦 所以這個跌磅 都是可以接受 始終可能是現在 這隻馬的狀態 起了 比起他以前 收了身 更加FIT 所以這次的機會 老老富貴 都絕對不容忽視 好 四隻馬就講完了 現在就和大家 買一條真飛 先了 看到就是 第二場的 四班1650米的賽事 賭二重彩 對了 單色的馬膽 先和大家買一條A膽 先 四號的日日靚 拖三號 穿橋飛道 還有九號的老老富貴 四號拖三 九 先看看賠率 四拖三是四十倍 四拖九是六十六倍 再買一個B膽 這個估計就會好一點 十一號 登膽精英 拖三號 穿橋飛道 還有九號老老富貴 十一膽 拖三九 這邊應該會好一點 也可以看到 十一膽拖三有169倍 十一膽拖九號 就有209倍 不錯的賠率 這兩組都有 然後 買完兩條二重彩之後 補回連贏位 就是我的AB膽 四號 日日靚 還有十一號 燈膽精英 四拖十一 連贏位是46倍 好 跟大家重複這次 這場賽事的心水 A膽 四號日日靚 拖兩隻腳 三號雀橋飛道 和九號老老富貴 B膽 就是十一號燈膽精英 拖三號雀橋飛道 九號老老富貴 然後補回正Q 四號日日靚 搭回十一號燈膽精英 五珠菲這樣買 賠率方面也是不錯的 好 好 搞定了 今集的真飛買定離手 二重彩攻略先說到這裡 其他詳細的心水 大家只要留意我Facebook 又或者我Youtube社群 大家就會知道 希望大家今晚可以多贏 拜拜